幸福从此延续 长者健康在加码 根据统计 季庸市65岁以上老年人口 在全市人口比例年底即将上升到19% 因此民进党季庸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提出两大热灵健康政策 包括延续季庸市长 又昌狠获好评的老人免费装甲牙 以及将肺炎炼酋酌疫苗施打年龄 从71岁下降到65岁 免费装甲的政策 我们会延续又昌市长的部分 继续延续下去 让我们的老人健康从此开始 那另外就是例如有机会 能够接任接棒介入市市长的话 我另外一个重要的政策 就是65岁以上长者 我们将会为各位接种 免费的肺炎练球菌的疫苗 那因为这个疫苗我相信注射完之后 对于肺炎的预防 对于呼吸道健康的预防 会有一大的帮助 那我们就想说关心我们的长者 不是只是在他真正生病的时候 投入更多的医疗资源而已 我们从更上游的部分 让他活着健康跟快乐 对于蔡适应的热林健康政策主张 金融市医师公会与牙医师公会 也以实际行动力挺 希望透过医界专业力量 协助金融市政府妥善照顾长者 对于65岁以上的长者 能够提供退炎练球菌疫苗的注射 尤其在疫情还没有缓解的同时 有时候这个症状是非常难 做很好的区隔 所以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 我相信对于我们金融市民 尤其是65岁以上的长者 在避免同时得到这两个感染 应该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从104年度到今年的8月底为止 大概已经有1035人的长者 有接受这个补助的受惠 因为这个症状的部分 真的是对于这个老人非常的重要 尤其我们看到很多老人家 他们做了假牙之后 不只展现了很多的自信 对于那个营养的补充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就是他们做了假牙之后 他们整个的症取决变好 跟他的身体健康也有很大的改善 民进党金融市议员候选人张炳君 及许瑞慈也出席表达对蔡世英所提 老人免费装假牙 及练球菌疫苗施打年龄下降的支持 肺炎疫苗球菌的疫苗的推动 那现在我们的卫福部这边是 提供是71岁以上的长者可以接种 但是其实在65岁到71岁 这一个部分之间的长者 其实也是相当相当大的需求 它进食量的一个提升呢 也可以预防我们的肌少症 所以这个问题呢 都是缓缓相扣的 所以我们委员提出的一个 装置假牙的一个证件呢 它其实是从根本去改善问题 蔡世英强调如果有机会当选金融市长 一定会努力执行落实这两项热灵政策 希望让金融市老人家活得健康又快乐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